及时新闻综合报道代表台湾出席亚太金河会APAC峰会的宋楚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川普均有自然互动 今天11日的闭门会议宋楚瑜也和俄罗斯总统普廷及川普握手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对此则认为宋楚瑜边际效益递减 蔡总统下次派自己人吧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经 十一于脸书发文 建议蔡英文总统往后应考虑宋楚瑜以外的APAC代表 徐永明说 大家原本预期宋会与习近平有营造两岸破冰氛围的互动 在媒体公开报道中 两人互动仅有握手寒暄程度 与川普的互动也状况雷同 显示宋的编辑效益递减 建议蔡英文总统下次还是派自己人吧 徐永明指出民进党政府这次完全打错算盘 只能从国法会主委陈美林口中得知 宋汉席在后车时握手寒暄 这些发言只是为了不让宋楚瑜太过难看 降低外界对蔡英文总统用错人的批评声浪 徐永明认为宋汉其双方无热络互动 是因为中国不再与民进党政府玩这种暧昧游戏 中国希望能和明确彰显台湾立场 且能发挥一定实质外交能力的优秀人选交流 徐永明另呼吁蔡别再深受中国因素影响 避免台湾措施能好好在国际场合上发挥的机会